同意你好,我是秋迟,今天是2月20号 首先呢,我的每个视频的评论区置顶一般会放着我们团队的工作微信 如果您在工作方面有哪些合作的意愿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目前暂定3月2号3号的周末,我可能会在杭州 如果有机会的话,期待着跟您见面 最近国内国际上有很多新闻发生 比如说OpenAI有了新的技术突破 你给它输入文字,它给你生成出视频 貌似好像要抢很多类似我们这种主播的生意了 这个信息呢,在国内有广泛的传播 据说有些国内的科技公司拿人家国外开源了的技术来饲养喂养自己的大模型 还说自己的技术才是遥遥领先的 这个信息在国内传播了没几天 它的新闻热度就被另外一个事盖过来 在国内,在简体中文圈 现在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 某一位年轻貌美的中学女老师 和一个16岁的男学生之间发生了婚外情 还被她的丈夫给举报 这种桃色新闻,花边新闻肯定会有很多的热度 肯定会有很多人想吃瓜 只不过这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隐私问题 在这我就不想去深挖和展开了 太多这个未成年人的信息被公之于众 对他未必是一个好的影响 况且在法律上 跟一个年满14周岁的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自愿的发生性关系这本身也不违法 这只是涉及到一个失德和私德的问题 咱今天不去研究它好吗 那么我今年38岁了 我自己对于爱情这个话题还是挺关心的 比如去年因为我大旧得癌症 我做了一些视频讨论到 我觉得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缺乏三种教育 爱的教育 性的教育 还有死亡的教育 我相信现在的家长多多少少有意识的 还会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些性教育的基础知识的普及 多少会讲两句 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家长不会教自己的孩子 怎么去谈恋爱 怎么去筛选 甄别什么样的少男少女适合成为你的男朋友 怎么样去经营一段感情 怎么选择人生的伴侣 怎么经营婚姻 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家长成年人也不知道 绝大多数中国成年人的婚姻 爱情生活都是糊里糊涂 莫名其妙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相个亲 觉得门当户对 条件不错 然后出一段时间 可能头脑发热 可能父母逼婚逼得太严重 然后就结婚了 闹出一些矛盾 然后又开始离婚了 我38岁 我的同龄人 结婚的离婚的 复婚的 再离婚的都已经有很多了 这不是春节假期刚过去吗 刚一上班 某地民政局就被媒体报道 门口又挤破头了 每天也就来十来个领结婚证的 来好几百领离婚证 有可能是春节假期期间 两个家庭一遇见 有一些积压的矛盾又爆发出来 于是假期结束 民政局一上班就跑过来离婚 在一个离婚率高涨 生育率下降的时候 讨论一下爱情的话题 确实也挺有必要的 尤其是爱情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绝大多数人 可能你恐惧爱情 可能你不相信爱情 但是爱情带来的那种甜蜜 酸涩和奇妙的感受 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实不相瞒 我最近刚刚结束了一段 自己的情感生活 2022年 我结识了一位青岛的女士 我们两个一起走过了 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在去年的12月份 发生了一些矛盾 最后这个矛盾也不可调和 好在我们都是这把年纪了 好和好散 大家也没有什么怨言 没有什么亏欠 就这样结束了 于是我在反思 我都38岁了 未婚未育 如果从18岁开始谈恋爱 到现在我已经有20年 谈恋爱的经历了 但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个 恋爱的专家呢 有一个概念叫 一万小时理论 就是任何知识 任何技能 你要是打磨一万个小时 练习一万个小时 你就能成为各种高手 成为专家 可是就算我谈过 一万个小时的恋爱 20年绝对超过一万个小时 我也没有成为恋爱专家 这就成为了我的一个困惑 后来我想到另外一个词 叫做刻意练习 我跟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 只是懵懵懂懂的 走进一段感情 糊里糊涂的走出一段感情 从来没有认真的去钻研过 去思考我爱情的本质是什么 没有认真的去刻意练习过 就好像咱小区里边下棋那个大爷 他下了60年了 但如果参加专业的像棋比赛 他未必打得过一个12岁的职业棋童 刻意练习认真钻研寻找方法论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也激起了我的兴趣 我希望我在我的同学你好这个频道里面 未来关于性的教育 关于爱的教育 关于死亡的教育 也能够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交流 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点 我对于爱情的理解 没有教您怎么谈恋爱 只是分享我个人的观点而已 我在整理我过去这20多年的人生经历的时候 我发现 我的每一位前任女友都比我年龄大 我们都是姐弟恋 小的比我大三岁 大的比我大九岁 而且每一任学历都比我高 要么是中国商务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 要么是海外归国的硕士 我似乎在感情上有一点点木墙 我们家里虽然不是书香门第 但是从小比较重视教育 我只有一个本科学历 这让我很自卑 所以我一直都喜欢崇拜 学习好的女孩 而事实上 我这十多年的经历 跟比我学历更高的 社会地位比我更高的 收入比我更高的女孩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从她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让我这么一个大西安岭 走出来的穷小子 慢慢的适应了北京这样国际化 大都市的生活 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分享就是 我们总说女人是木墙的 女人喜欢财力地位 比自己强的男性 那男人为什么不能也去木墙 去寻找优秀的女性呢 为什么男人非要去找傻白田 把傻放在第一位 为什么男人总在强调中国古代讲 女子无才便是德 有些人说 这个有才华的女人 聪明的女人不好驾驭 你为什么要驾驭女人 男女本来就是应该是平等 这似乎是一种自卑心理在作祟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内心强大的男人 你就觉得你应该配得上 也能够跟优秀的 有才华的 有智慧的 高学历的 高收入的女士 就好像那个白骨精 白领骨干精英的女士 一起交往一样 其实越是喜欢 这个弱小的女生 越是喜欢那种白瘦幼 这种喜欢萝莉的女生 在心理学上讲 他们其实内心是非常残缺和自卑的 对吧 一个健康的成熟的男性 应该是欣赏一个性成熟的女性 前途后翘身上充满了雌性荷尔蒙的魅力 说明他已经具备了一个完整的生育的能力 同样 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女性 也会去欣赏 有雄性荷尔蒙特征的 有毛发 有肌肉 声音雄厚的男性 这是健康的成年男女之间的彼此吸引 但一个肥宅天天喜欢看萝莉 说明他内心深处相信自己 认为自己根本不配 去和健康成熟的女性交往 就老惦记那种白瘦幼的幼太美 咱们离他远一点 同样 在现实世界当中 很多男人喜欢傻白甜 觉得好糊弄 但是你真的跟傻白甜交往一段时间以后 你一定会发现 他给你带来的烦恼 要多过他给你带来的收益 尤其经济下行不景气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仅是谈情说爱 还是一个搭伙过日子 你的伴侣在一定程度上 也得帮你分担一些家庭的开销 还要分担未来孩子的教育 所以为什么咱们的家长总是喜欢女生 要么是银行 要么是公务员 要么是当老师之类的 父母的思考通常会比较现实 比较功利 但是作为年轻人来说 在选择办理的时候 为什么不选择一个 经过现代社会检验过的 优秀的男性或者女性呢 我的前女友 就是那个某某大学硕士毕业的 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这个理论不见得对 只是他的个人观点 我在这分享给你 他说 我绝对不找本科以下的 他说虽然说 中国的大学教育有很多问题 中国的硬式教育有很多毛病 但是 硬式教育至少 用高考设定了一个门槛 进行了一波筛选 中国的高考难吗 确实挺难 但如果你智商超过120的话 他对你来说就不难 中国的高考确实很难 但如果你智商不够 你只要勤学肯练 只要你能吃苦 你也能考上 所以高考至少帮我们筛选出了一些 要么是智商还不错的 要么是能吃苦的人 这两样都达不到的人 我是不会去选的 这只是我前女友的个人的一个判断 有很多人吐槽中国的硬式教育 说中国的教育 根本就不是在培养人 而是在筛选人 这个评价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评价 只是强加在中国教育头上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 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教育都同时 承担着两个指责 第一个叫培养 第二个叫筛选 你以为长青层大学 不是用来筛选人的吗 所以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机制 在帮你把那些优秀的人筛选出来 像高考啊 像什么医师资格 律师资格考试啊 像世界500强的这种面试和晋升体系啊 等等 比如说有些人非要找公务员 在山东都喜欢找体制内的 他们就认为那个公务员考试 那个政审 它也是一个筛选机制 总有一些制度帮你筛选出优秀的人 不要只是简简单单看对眼了 觉得这个女孩漂亮 好追 她好追不代表她是好人 有些女孩难追 她知道吊着你 她吊着你说明她有心机 但不代表她有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同时也能配得上那个有智慧的人 我挺喜欢以前一个爱情的小清新电影 台湾的叫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 那里面有句台词说 每谈一次恋爱就学会了一项技能 那个女孩喜欢学习好的男孩 这个男孩就拼命读书 那个女孩喜欢有才艺的男孩 这个男孩就学了吉他 就算以后不能够走到一起 恋爱的这段过程也让彼此进步和成长 我以前说 我很羡慕一种美好的生活 叫三八生活 每天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睡觉 八小时恋爱 我们只有一个肉身 只有一个灵魂 这世界上美好的人再多 我们也只能选择这一个人一起走过这一段时间 而这一段时间朝夕相处 每天同床共枕 这个人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每天的case交换 什么体内军群 甚至会对你的这个生理健康都会有所影响 所以开始一段感情之前 能不能稍稍审慎认真一点 在你的社交圈子里面 竭尽所能去遇到那个最优秀的 在那些最优秀的人当中去甄选出来 能够走到一起的人 而不是那么的盲目 简单的觉得漂亮 觉得帅 觉得家庭条件好 这些因素是不足够的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才能够遇到优秀的人呢 曾里有个帖子说 我就想找一个性格温柔 情绪稳定 三观正常的女孩 怎么就那么难 于是有一个很经典的评论说 你的那个要求并不低啊 一个女孩性格温柔情绪稳定 说明她的成长环境是健康安全的 她的父母感情得是不错 她从小没有在一个撕裂的 过躁的环境里长大 她的三观是端正的 说明她受过教育 而且父母也受过教育 从小带她开过世面 开过眼界 你所喜欢的异性的这些品质 在暗中都标好了价格 所以配不配得上 这个概念真的存在 首先我们要让自己 成为那个优秀的人 你要问自己 你所在那个社交圈子 是否能够找到 这样优秀的异性 那如果现在 我这个圈子没有这样的 我们单位 我们这个单位 就是个网络公司 一共就那么两个女员工 我该怎么办 拜托兄弟 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 叫做兴趣爱好 还有一种东西 叫做业余技能 您能不能去学个潜水 学个滑雪 学个跆拳道 学个渔家 学一项技能 套一项技能 再去进入一个 新的社交圈子 不是有很多女明星 非要去读个长江商学院 读个哥伦比亚大学 为了去认识大佬吗 这也是人家的方法和套路 如果您把爱情 当作一门科学 或者当作一种艺术 它其中就一定有 某种窍门 看缘分这件事 难道不就是 瞎猫撞死耗子吗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 命运和幸福 就交给了 偶然的那些概率 为什么不把幸福 攥在自己的手里 主动的去寻找幸福的那扇门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